试管婴儿的过程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说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给这个女性进行触排卵治疗 就是让她就是一个月呢 不像自然周期一样产生一个卵子 而是让她产生多个卵子 然后呢这个卵抛 卵抛成熟以后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B超引导下 然后取卵 怎么取卵呢 就是B超有一个探头呢 它要接上穿刺针 然后呢根据这个显示屏上的这个图像呢 来根据这个卵抛的情况呢 对它进行一一穿刺 然后呢同时要把这个穿刺的液体呢 收集到一个一个的试管中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试管 就会交给实验室人员 它就会在显微镜下呢 一个一个的试管里的卵抛液里头呢 来捡取这个卵子 那么卵子捡取以后呢 在体外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会和这个体外取的这个经验呢 进行体外受精 这是自然情况下的子 那个体外受精 这个是单精子 就是精子比较差的这个情况下的体外受精 受精以后呢 形成了这个受精卵 然后这个受精卵呢 要在这个培养箱中呢 再让它培养三天左右的时间 最后呢 生长为八细胞的这个培胎呢 或者是囊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培胎或者囊胚呢 根据这个子宫内膜的情况呢 再给它移入子宫 那么子宫腔怎么移呢 就是我们的医生呢 要根据这个 他的这个子宫内膜的发育情况 把我们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培胎和囊胚呢 用一个很细的管子 然后呢 把它那个轻柔的稳定的呢 把它放到置入这个宫腔的这个固定阶段 然后呢 让它着床怀孕 这就是整个试管孕儿的一个过程 谢谢大家